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老朋友都知道的老规矩 同时要踊跃投票 我们今天的问题开出来了 你觉得赖政府今天做哪件事最瞎 赖清德才发立委全情令 结果呢 今天民进党团以动回应 第二 卓榮太早韩国瑜沟通在野 希望总预算能够过关 第三 政府训练40万民兵 网友说要准备开战了吗 123投票投起来 当然你可能认为有第4点第5点 觉得很瞎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陈凤欣 凤欣姐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蓝轩 大家好 还有立法委员叶元芝 千惠好 大家好 讲到了立法院来看看 今天早上很精彩了好不好 因为赖清德在前天的中常会 中常会才下了军令 要民进党的立委呢 今后一定得全情 那么今天一大早我们看到了 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就来立院点点名 好 看到没有 这个打勾打勾 都是今天来到立法院的 民进党立委 结果我们算下来 一共21个人而已 好 那这个 徐巧新呢就说 赖清德三点才是下了军令状 要大家全程参与党团所有会议 结果民党51位立委 只来的21位出席率41% 没有过半 而且民进党还偷偷把门口的签道表收起来 而且在一半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言新闻台给了一个快讯说 有没有这边一个红勾勾 红身汗啊 浑身是汗赶到了 好 所以这个本来以为他没来 就临时来了 好 打个红勾勾 总算赶到了 那光是看到这边 我们觉得会不会有点扯啊 这个军令出不了中常会会不会太瞎了 才两天 才两天 赖清德要假动 结果民进党团给以动 这个军令状怎么变成了笑话一场 就连以动都是笑话一场 因为以动的标准是规定说 所有的不分区都一定要到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三长要到嘛 我这边一眼看过去 沈柏阳是不分区的吧 他没到 郭玉琴是不分区的吧 他没到 林玉琴是不分区的吧 他没到 我就 你知道我也不是说 每一个都认识他们到底的背景啊 如何这样 就这样一扫过去就发生 一扫过去 我就三位不分区立委没有到 这个实在是不把赖清德放在眼里了 对不对 他讲话才两天 两天 我今天其实如果要我勾一定是 赖清德下动员令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 你觉得最瞎 对 最瞎 而且呢 他在带领着民进党走向国民党末年 上个世纪 如果我们跑这个政治新闻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国民党就不断不断的发假动 然后每次假动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就在那边点名说 谁没到谁没到谁没到 那个时候呢 其实你要知道人数还蛮逼近的 那国民党有时候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法案 才发假动 并不是全程都要发假动 那重要的法案才要发假动 可是都会有很多的立法委员来不及到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呢 其实国民党在南部是有很多立法委员的 那所以那些立法委员要赶到台北来开会 其实非常的辛苦 我印象极为深刻 有一次我们刚好那时候在这个地方上跑新闻 在地方上我们有巡回采访 那有一次国民党正在发假动 那嘉义他们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结果其中一位他有直升机 他就急着坐直升机然后飞到台北 那另外一位呢立法委员呢 也是国民党的哦 急匆匆的赶到机场 然后呢那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呢 他看着同党的立法委员 要来到他的直升机来搭他的直升机的便机 他跟直升机司机说快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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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逼着那一位后面的立法委员 在高速公路上飙车飙到台北来 因为那时候当然也牵涉到一些处分了 好不过我今天讲这一段历史是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当时的国民党 就是开始党意与民意脱节的时候 因为你的党意所要求的东西 跟民意所希望你北部的立法委员 跟中部的立法委员 跟南部的立法委员 所要做的事情常是不太一致的 可是你要要求用党意一致的要求 所有的立法委员全合行动的时候 你就会让很多的立法委员 被迫与民意脱钩 要不然就是与你党意脱钩 所以到最后很多的立法委员之所以 不愿意敢来假动 是因为不愿意得罪民意 可是他如果说得罪了 不愿意得罪党意的话 他就会得罪了民意 所以那时候你就逼迫很多的立法委员 他既有南北奔波的痛苦 他同时还有党意跟民意 无法顾全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昨天的这一个指示令 是比国民党当年实在是更是不够人道 因为他要求的是全情全程 所有人都要到 那这个全情全程 而且今天的局面就是反过来了 今天是中南部的立委 南部的立委都是民进党的 对对对 因为今天情况就跟当年的国民党 从八席台南六席 你要知道国民党其实在南部 反而没有多少立委 除了不分区之外 其实在南部高雄也没有 然后这个台南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他最远最远到云林 对对不对 那嘉宜他也没有 所以这里面反而给了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极大的奔波压力 还有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你要知道执政常会有一些 你要推的政策 它是地方上的民意会反弹的 那这些政策 你要强迫这一些立法委员买单吗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 如果推出一些中南部的民众 特别喜欢的法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民进党要硬逼着 这些中南部的立法委员 跑到台北来 然后支持违反民意的案子吗 我想威权到最后的崩解 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内部 然后完全不在乎民意的所有的做法 今天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 赖清德现在正在做一个威权皇帝 而这个威权皇帝 恰恰就是我们看到上个世纪 国民党之所以崩溃的重要原因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今天我不排除他们是刻意的 要用这种方式 用集体过马路的方式 抗议给赖清德看 这也是我要问的 今天这个数字 这个人数21人代表什么 太惊人了 所以这是我之前在 我记得还在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有一位民进党的 重量级的立法委员 他就跟我约 然后吃饭 然后问我说 他对于陈水扁的一些做法 他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那我其实 坦白说我这是 就是朋友就归朋友嘛 我在政治上给他很良心的建议 我说你不要一个人行动 请你集体过马路 所以所谓的集体过马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要反对你的党中央 请你至少结合足够的力量 那你如果没办法结合足够的力量 你一个人跳出来你就会死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行动了 那他现在在民进党内 当然也是生存的还蛮好的 那我讲的这个重点就是 我今天是高度怀疑 他们是集体过马路 然后要展现出来 对于赖清德所下的 这个全情动员令 军状令这件事情表达不满 那也反映出来赖清德 这个人的性格 那么今天他才刚刚上任 没有多久 他还没有展现出 他执政有任何的绩效 还没有展现出 他在民意当中 有多少的号召力 你要注意到了2028年 甚至于2026年 如果说今天 你还是没有办法展现你 中央执政所能够达到的 绩效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所有人都会知道 就是他要再继续选举 不能够依赖你赖清德 甚至于你赖清德 可能会变温神 最好你不要来帮我复选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那个重叛清理 才会更明显的出现 不过今天只是凸显出 他这一个 以为自己是皇帝的这一个威权军令 有多么的可笑 大家真的都觉得很好笑 比如说这个谢阎明兵哥 他说真的快笑死他了 他说赖清德讲得很轻松 但是一样 民党的立委都在中南部 不只签到还要全程 这代表每周两天 叮死在立法院 他说如果我是国民党 我听到爽死了 我全情还有通告费 兵哥说自己可以领 他们全情能怎样 这真的很瞎 昨天亮哥第一时间一听到 他一直觉得莫名其妙 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究竟赖清德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在立法院 你说全情 你比举手 你也比不过在野 是不是 所以他说赖清德 大概忘记自己是执政党 我从来没有听过 有主席管这么细 请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主席 IQ有问题了 这个主席已经是昏庸到家了 好那讲到这个 因为谢阎兵也在提到 他就说那好啊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死定立法院 那国民党立委 就可以去跑选区 做选民服务 所以反而是 赖清德对党内的高压统治 帮了国民党立委大忙 安逊 是啊 如果照话这样的说的话 但是问题在于说 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赖清德下军令状 没有人理他嘛 所以的话呢 国民党也不要太早高兴 因为显然的 对民进党宁愿选择 自己呢继续在选区里面服务大家 也不愿意听赖清德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几件 很调格的值得去观察的地方了 但事实上重点在于说 我们先讲 目前看起来没有来的很多嘛 事实上没有来的超过有来的 而且呢最关键最大咖的一个人没有来 连柯建民都没有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有点夸张到极点了 所以我觉得打点赖清德 最大声的就是柯建民 你说柯建民实际上坦白讲 很多人在讲到说 他不管党义多么的坚强 不管他立场有怎么样子 跟民意的这个差距多大 他基本上是个认真的党边 所以他其实通常 你就要交办给他的事情 他基本上是使命必达的 所以当使命必达的万年总召 柯建民都在今天赖清德 下达了这个动员令之后 没有出席 我觉得这件事情坦白说 是对民进党内部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震撼 而事实上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那在整个的立法院的 民进党内的党团的干部选举的时候 其实赖清德跟柯建民之间 就有一些可能大家内部传出来的一些不合 有些可能局域等等之类的 那更有人说赖清德跨过柯建民 去指挥这个相关的立委 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 我真的觉得 他曝露出相当大的赖清德在内部的危机 所以反过来说的话 像今天郭正亮问说他到底为什么 他的目标是什么 我就觉得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他的目标是想要展现他党内的权威 立委 对 但是只是没想到说不展现还好 展现之后的话马上就是说你就是 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分量多少 就当你不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实力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想要用立委的方式去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震得住大家的 你反而自曝其短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赖清德的状况 真的是还蛮糗的啦 而且呢你几乎是你下了军令状之后 很重要的一场院会当中没有人出席 所以基本上是他一开始就反弹你了 还不是说隔断时间什么兵老失皮了啦 所以呢才反弹 不是 几乎是立马反弹 所以我刚开玩笑说 因为我们以前跑立法院的时候 当然就是听到假洞 还没有听到蚁洞的 所以显然的假洞不立之后 大家搬个台阶自己下 结果蚁洞也不行 我觉得应该立个丙洞好了 我觉得民主党退个丙洞好了 就是可能三掌到 可不可以这次连三掌都没到啊 不分区 对不对 就变成说你弄个丙洞 这样好了赖清德的到 今天看起来呢 到得很奇怪就是主隆态 我觉得另外一个讽刺的地方 就在于说好 那你今天下降一个军令状 那基本上是一个全面对冲的概念 就冲啊 然后呢就是要跟在野党对抗 那你跟先前卓荣泰讲到的说要沟通 卓荣泰今天也乖乖的到立法院来沟通 还会韩国瑜啊 对不对 OK好 那所以代表到底是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明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是很明显的双头马车吗 或者是你赖清德根本就是得意志 你就不管 还是这有要办什么黑脸白脸吗 有吗 我坦白讲某个程度我认为应该有 因为卓荣泰是赖清德找的啦 所以他不会说刻意的说故意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试图说你看嘛 虽然你看起来这个赖清德那么的硬 但是我卓荣泰还是看起来身段蛮软的 然后态度看起来蛮谦卑的 然后呢看起来很温和的 但只有他一个人有什么用 你现在看到整个的民进党 卓荣泰很硬 立法院很硬 就是一个卓荣泰很软 那你有什么意义 尤其你软软到半天 你自己你说这个赖清德以党处理的身份 管不了立法院立委的出席 你卓荣泰行政院 你管不了你阁员的出席 那不是很糟糕吗 今天你去看他们点名 不只是民进党立委没来 很多的部会首长都没来 你凭什么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我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你卓荣泰想要扮笑脸 你想要扮演一个比较是 两手策略当中的一个白脸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实质沟通 而且你并没有真正尊重立法院 包括这个总预算 为什么要退回 我们就讲 我们上次在这边就讲过了嘛 因为你当初 你根本不尊重立法院的总决议嘛 那你不用总决议的话 你为什么不拿回去自己重新编列 重新增加呢 所以你硬要过 硬要过就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立法院 就是非得要依照你的意思过 才交到立法院嘛 那这样的话立法院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这问题反过来说 那所以你这个东西 你都不尊重立法院 那你自己的行政院 你尊重自己的行政院这个招牌 或者你该要来出席的时候 你有出席吗 你说像郭志辉 他人在哪里 他去日本 他去几次了 他去三次了耶 你还算过是不是 对 我算过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啦 520到现在才四个月 他去了三次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经济部长 你不需要做那种锦上添花的事情 其实你做雪中送贪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整个台湾的经济产业当中 你最不需要你去管的 不用担心的就是半导体 而且你到日本去 我们要替台湾拼经济 你到日本去 你在替日本拼经济嘛 你看不断的 日本要招商 你是招台湾的商还是招日本的商 招日本的商 对不对 你不断的把台湾的这半导体 走走走跟着维系去 熊本一场还不开 熊本二场 这个部分大家对你在担心 可不可能造成台湾的产业 操控了 结果呢 你还经济部长跟着去 你还敲锣打鼓去 我真的不晓得你是台湾的经济部长 还是日本的经济部长 所以我看了那天 我看他再去 我就有点生气了 我就在节目上面讲说 要不然你也去美国算了 美国不是 你摇旗纳喊为了美国的制造 这什么意思 那台湾的产业呢 台湾的产业除了半导体外 没有别的产业吗 就算你要为了半导体产业 你可以做一些 真正他们需要的事情吗 电嘛 不是吗 你核能政策 你要不要去思考一下 你除了这个绿能之外 别的这个多元的电 你要不要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不去做 然后呢去做一些 人家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来看 今天立法院 有谁出席 有谁没出席 大家要关注的 不只是呢 在话题当中 打赖清德脸的21个之外的立委 民讲立委没出席 你更要关心 在部会所长 为什么没出席 对 而且讲到了卓荣泰 对不对 卓荣泰今天除了到立法院 见了韩国瑜之外呢 他在昨天前天连续两天 宴请了他们自己的党籍立委 那但是呢 这个民党的立委 也特别提醒卓院长 说人民其实是 要看到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面对蓝白联手 退回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根据与会人士转述 有立委表示 蓝白立委的举动 不会得到人民认同 但是也要特别提醒执政团队 人民想要看到执政党 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 那自从赖清德 下了军令状之后 当然很显而易见的是 尤其在今天的一点名发现呢 真的是惹得党籍立委 极度不爽 好 那你要搞全情奖 那究竟是要解决什么呢 还不如好好把预算编好 那还是说再等下一个罗廷伟 想说就有破口了啊是不是 全情就或许有机会啊 我先讲 其实我不太相信 有这么有良心的律委 还提醒左龙台说 人民是需要有什么责任感 我觉得大部分民进党的人 他们氛围不是这样 他们是想说 没关系就跟国民党对干啊 你就不要把原住民的预算 不委屈 你就看蓝白可以怎么样 就让他党了三个月 党三个月之后 然后呢再去诉诸一般民众 做认知作战 说什么蓝白把预算删了 我觉得大部分民进党是这样啊 这个能够上新闻的这个立委 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有这个人了 还是是虚构的 还是他觉得是万中选一的啦 因为民进党的心中 根本没有人民啊 他想到就是怎么样斗争 我完整补充 他说这名立委也提醒执政团队 朝野对抗的情势 短期对执政党有利 长远来看 人民要看到的是执政党 有解决问题的问题 那这个立委 这么优秀的立委 名字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 为什么要孤影其名 说不定是王世坚 王世坚 有可能 有可能 但大部分立委是没有像这个立委 这么有良心 他们就是想就是对抗 然后牺牲原住民的利益 牺牲全民的利益 就是要在认知作战上打胜仗 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子想 那我觉得赖清德今天 早上薛晓晓他们去点名 主要就是给赖清德难看 主要是给他难看 就是说你去下这个军令状 没有要理你啊 对不对 还是没有要理你啊 第二就是说 基本上我认为赖清德下这个军令状 就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这种事情 你是管小学生吗 本来立法院院会大家来 像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大家也都去了 假移动员大家都去了 对不对 也不太需要说我们的主席朱立仁下令说委员你们都要去开会 你主席为什么需要下令 是你们现在内部是一团散沙吗 还是怎么样 你怎么连这个你都要去管 而且像我观察到是他们确实是一团散沙 因为上礼拜五 佐伦泰施政报告前我们退回总预算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议程是这样进行 先进行到退回总预算 然后报告事项讨论事项结束之后 韩院长就宣布说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卓院长施政报告 然后当韩院长一讲出施政报告的时候呢 民党立委就开始跑了 这么准有没有这么准啊 我跟你讲因为我是坐比较后面 我是坐比较后面 我旁边的人开始收书包 然后就一个一个就鱼贯而出 什么王定宇那些都鱼贯而出 哇塞你也太不给卓院太面子了吧 因为正常来讲就是说 执政党的行政院长在做报告 他们的党籍的立委都会坐下来听嘛 听完也没几分钟你知道吗 大概就十分钟左右 听完的话要取一鼓掌啊对不对 然后给院长信心啊 然后表示说我们团队是很团结的 我们有信心为人民来做事 就大家跑光 那十分钟都不愿意等 都不愿意等 然后最后来其实我有留下来听 我就是想要看他们最后会走多少人 然后后来 你早就在点名了 我没有点名但是我有拍下来 麦青德地是看到你这一段 我有拍下来 所以果然后来 左宏泰报告完对不对 他们民进党的人就起立鼓掌啊 那比较坐前面的人比较多 就起立鼓掌 后面就嬉嬉落落很可怜 因为拍不到啊 有点悲凉的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前面可能 我有看到这个画面 那个椅子都空的啊 都空的啊都空的啊 我看黄国上海坐在那边看耶 就说连民众党的人都比你们民进党捧场啊 所以这个也难得说 赖清德主席要下令了嘛 拜托一下好不好 你们连卓龙泰面子都不给 你打卓龙泰脸就是打我赖清德的脸 你们这些人给我 每一次都给我去开会 而且他请吃饭不是有12个民进党不去吗 不理他 那我觉得比较糗的是 他下令人家也是不理他 就是比较糗 那民进党现在为什么一盘散沙 因为他们现在无心做立委 因为一堆人都想选县市长 所以他们彼此心结很深 那所以都要往选区跑 都跑去选区啊 像什么你说郭国文 陈廷飞 他们在立法院看到 彼此看了都是 就看了都讨厌嘛 对不对 相看两讨厌 就是两个能闪就闪啊 那还要在一起开会怎么可能的事 他们郭国文跟陈廷飞 这两个现在被珍江春剑蹦插针 然后一般被剑蹦插针都会演一下 没有没有 我们是好朋友 他们两个根本不演 今天都没来啦 郭国文 陈廷飞都没来 今天台南三位立委都没到 对 都没来 林立宪 郭国文 陈廷飞都没到 还有王帝也没到 都没到 彼此看了讨厌干嘛要来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一盘散沙 所以賴清德你有点这个微信有打折 你还是要再叫他们一定要来开会 这部分我们当然是支持 你还要叫他们来开会 要啊 你们立委都不理你 怎么可以这样 你是主席 就算不尊重你是总统 你也是主席 可以党级处分 开除党级都可以 你有很多工具可以用嘛 那另外我觉得那个 行政团队那么多部长不来 当然我们比较不能接受 但我觉得这当然就有点故意的 这个就是很摆明 就不尊重立法院 因为我就举那个郭智辉而已 郭智辉他去日本四天 你知道他去刚好哪四天吗 他就去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那我们的院会就是礼拜二跟礼拜五 你可以去六日一二啊 那礼拜五可以来啊 或者你可以去三四五六啊 那你礼拜二可以来啊 你就去一个二三四五 六日的话他他在家休息 所以他一定要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四天 刚好两天就是可以避开院会 你说这不是故意什么叫故意 第二个他去干嘛 他说他去什么关心一下台商的需求 然后去回访一下 那个台积电在日本的所在地 熊本县的县长 请问一下县长一定要这四天跟你见面吗 那县长是要下台了还是怎样 还是台商都倒光了 你说你一定要在这四天去 有那么急迫性吗 故意的嘛 然后左翁太还在帮他洗地 左翁太说哎呀是因为当初 郭志辉他在排这个议程的时候 那时候立法院的议事还没出来 对说这个早就排好了 两三天前跟他讲 一个月前就定好的行程 他说一个月前 可是左翁太今天是说两三个礼拜前 两三个礼拜前或一个月前 不管是什么时候 那你不知道立法院是9月1号会期开始 然后大概就这个时候就是会进行总释 你不知道吗 就像所有的立法委员 他不会排在9月多出国嘛 几乎啦 就是下半月不会出国 他一定是在修会出国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间要总咨询 要开议的机会很高 所以郭志辉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故意的 那为什么故意 我觉得他是出国避风头啦 电价 因为电价的问题他答不出来 而且 郭志辉他本身对于来立法院备训 他很排斥啦 之前就被抓到 那个前一个院长好像 好像也忘了 我忘了是左翁太的时候 还是陈建仁的时候 院长在上面备训 他在传赖啦 在那边传赖 后来还被人家截图出来 就是 他可能是企业家 企业家本来是想要来官场 做事 后来发现他的理念被打枪 因为被意识形态打枪 不让他去讲核电 他也有异性阑散 但是又想做官 所以就搞了心态很矛盾 能闪就闪 我觉得他是这样 然后另外几个也是一样嘛 就是圆明会的主委 最可耻就是他啦 我觉得你今天圆明会的补偿 那个进法补偿条例 预算卡在那边 预算卡在那里 是因为你们原住民的关系 总预算被卡在那里 你只要你距离力争 你拜托院长 把那个进场补偿条例 你应该给原住民的部分 你给他补 补起来 就这个总预算就 大家可以省了嘛 你还跑去 你还跑出国 这时候是最 你最需要 极力为你的族人争取的时候 结果这个主委在族人 和政党之间 他选择了政党 选择帮助他的政党 去欺负他的族人 而且我现在看那个 原民会他们出来 或民进党出来洗地的理由 都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很照顾原住民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预算 比去年多了12% 他们现在都是这样讲 可是实际上 进法补偿条例是什么意思 是说 你把原住民的地 限制他使用 你补偿他 这个是你应该给人家的 不是一种施舍 我昨天碰到一个 我们以前我们新北市的同事 他是原住民的议员 他说不然这样子 你让我来使用这个地 好不好 你让我使用 我可以赚更多 所以你现在是要给 补偿我不是施舍我 搞得好像他们跟要犯的一样 原住民说 我已经给你12%了 不要吵 不是 这是正义的问题 这是补偿的问题 他把它混为一谈 所以你今天主委 应该距离力争 要像我一样 我不是原住民 可是我都可以 帮原住民距离力争 那你做一个原住民主委 你一句话不敢讲 还跑了 对 你还跑了 所以在政党跟民族之间 你选择政党 你选择官位 不敢来立法院 所以我认为 他们就是故意的 那韩院长今天 当然是说重话 他平常都很温和 所以今天这样子讲 当然就是重话 可是我认为行政院 没有在理你 对 你看 现在有人在理立法院 当大法官被死 他直接写法条 叫我们立法院来立法 那变成我们的太上机关了 我们现在台湾立法院 变两院制 立法院跟大法官 像我就觉得 那你不尊重我们立法权 我也不要理 不要理你们 你叫我立法我也不要理法 看你会怎么样 所以现在是整体的氛围 整体的氛围是这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 持续不断监督 刚刚大家都提到了 除了立委不赏脸 还有自己的官员 一样也是 你知道今天 好几个人不在 四个 四个部会首长请假 那当然是 大家骂最凶的是 我们金部长郭志辉 他请假一周原因 他率团访问日本 台积电的熊本场 了解半导体供应商的 进度情形 让这个想咨询 电价能源的立委都扑空了 所以大家说 你是怎样 躲电价吗 那更扯的是 现在就是因为 他现在预算卡在那边 原明会主委曾志勇 他9月26日 要到10月3日才会回来 他去哪里 去帛琉 而且是以总统特使的身份 出席了他们的庆典 那么除了曾志勇 还有郭志辉之外 另外还有相识 国交部长林佳龙 以及乔委会委员长 徐家青都请假 所以韩阔一真的受不了了 他说重话 他说基于对宪法的尊重 以及立法委员执行权力 除了出国或迫切公务 要亲自处理 无法出席的部会首长 不宜请假 委员副首长出席 立法院之前有韩文政院 通知各部会首长 遵照办理 请政院确实处理 那请教这个奉兴姐 就像刚刚袁之讲的 故意的吧 故意在弄立法院 对 这个故意不是针对赖青的 这个故意是针对立法院而来的 所以我认为立法院 不是只有韩国瑜要震怒而已 是整个在野党必须要通过一些决议 他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一个动作 来谴责的四位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 有哪一个有正当理由 一个都没有 当然郭志辉最夸张 那郭志辉的夸张是因为 眼看着就要涨见价了 所以大家特别目标对准郭志辉 可是郭志辉的不适任 不纯粹是他在这个时候 回避出席立法院院会 我要告诉各位 他最大的不适任是 他现在利用他的职位 在搞政商关系 我这边可以公开指控 他做这件事情 原因很简单 你刚刚这个蓝宣讲说 我们不是只有半导体产业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产业 蓝宣说的是对的 但对不起 郭志辉除了半导体 什么都不懂 因为他就是崇岳董事长 那崇岳除了是半导体 他懂什么 我不客气的说 他没有认真的去懂 所有的工商业界的要求 他心里头想的 还是他当初的那个 崇岳董事长的那个身份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他除了能跑日本 他能跑哪里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崇岳其实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就是拉拢日本的信越 然后跟台湾之间 他去建立那个代理商的关系 所以他的工作 他早期在企业界的工作 就是建立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 还有代理关系 所以他现在急哄哄的 然后不断去看半导体 难怪拼命往日本跑 对 所以你要知道 你知道他之前就是崇岳董事长 这家公司他在台湾做的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说 他现在做这件事情 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 跟台湾的经济发展 产业布局什么 通通一点关系都没有 过去他要去搭台积电 不见得那么容易 他现在以经济部长的身份 你台积电还必须要招待他 这就是今天他最不失忍的地方 就是他做这件事情 坦白说他如果说回避电价 他也回避不了 因为迟早就要回来面对 这个涨电价 然后以及你的台电 还会持续亏损的这件事情 但关键点在于 他现在为了私利 完全不顾台湾的产业发展了 这才真的更可恶 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你拿政府的权位 去做你的私人利益 你说今天这件事情 该不该更严厉的来谴责他 好 那圆明会主委 刚刚其实圆子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你觉得林佳龙跟徐佳青 凭什么敢做这一种缺席的事情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 什么理由都没有 而且他们是政治老鸟 你政治老鸟 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他们觉得 第一 他们也不把立法院看在眼里 第二 他们也不把卓榮泰放在眼里 因为他的职位 跟你卓榮泰有什么关系 他的职位就是赖清德 而且凭我政治实力 凭我的派系实力 所以我是派系的头 那你赖清德就要任命我 那你卓榮泰 对于我有什么看法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对赖清德而已 对 这就跟之前去发声邱太元 然后说赖清德打电话去骂环境部长 其实一模一样的道理 就他们眼里头 除了赖清德 是没有卓榮泰的 那这一个内阁 里面的分崩离析 其实已经可见一般 你还如何期待他们能够合作 然后为了台湾的前途 为了台湾的建设 好好的努力 不会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设一个行政院 其实就希望能够各个部会 在协调的时候 都必须要在行政院 否则的话到了各部会叫分工 那你如果不能够到行政院 那就是无法合作 你分工而无法合作 这个整个的部会 这个整个的行政院是无法运作的 所以今天凸显出来的问题 比大家想象的说 藐视立法院还要来的严重 这里面有为私利的 那有这个完全不顾自己的 原民利益的 然后同时还有更重要的是 他完全不在乎这个内阁 能不能够有一个分工而合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 是在于党必须要好好的去 说明清楚的 因为这对台湾的伤害 真的太大了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藻直萃 这有蓝光神队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可以防御 环境里面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 这样的成分能够抵抗肌肤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膩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膏防晒凝露